今天看到这么多人来参与到我们这个全民健身的活动 就感觉特别好 这种美美与共的这种氛围 就特别符合奥林匹克精神 说明了我们国家的发展是越来越好 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这个体育活动的这个事情上来 因为已经是退运运动员了 那我能在后奥运冠军时代里边去参与 有关奥运的活动 然后用这种奥运的精神能够影响和带动更多的人来参与运动 我觉得可能这就是后奥运冠军时代 提赋于我的一个使命和担当 我作为运动员这么多年 我也是一直按照奥林匹克格言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然后来去要求自己 因为我参加了四个奥运军 可以说也是用我自己的实际行动 来更好地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和奥林匹克格言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活动 然后来向公众们去团计奥林匹克的精神 然后让大家一起参与 然后不管是锻炼身体还是磨炼意志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 我觉得奥林匹克精神 它是每一个人应该贯穿一身的 我曾经是一个运动员 但我现在已经可以很久了 只能就是光从肌肉线条来看的话 也没有说太像一个运动员 从来身高运动员那样 但是我觉得奥林匹克精神 更高更快更强 它对我生活当中 对我工作当中的任何一个环节 它其实就是我运动作用的 谢谢大家 高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